今天特别准备这个表演 为什么 其实通常我不做这个魔术的 因为这个魔术是有历史价值的 这个魔术相传120年的历史 120年的历史 刚好跟我们大戏把今年的互相呼应 所以我今天特别把它找出来了 那 玻璃杯 扑克牌 大家看得到画面吗 太完美了 这个扑克牌是刚刚为了这个表演 我全新拆封的 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会有鬼牌 这个叫广告牌 暂时不需要 笑点在什么地方 好大家知道新的扑克牌 一定是按照顺序排好的 像这样子排好的 好像这样按照顺序排好的 那首先我要用到的是黑桃的 1到13 好我们来看到 摄像机在前面 按照顺序排可以看到 1234567897123对吗 是 我顺序不去动它 我把它放到玻璃杯里面 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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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我点空间 不动了 不动了 好接下来呢 我再找一个花色出来 这次我用 梅花 1到13 好 这13张牌呢 顺序我是要调动的 好 麻烦 请拿着 交给现场 你觉得你看着顺眼的人 把牌交给他 叫他洗牌 前排的就好了 因为 毕童老师你洗牌吧 毕童老师看起来 一点就是像坡的样子 你换一个换一个 好 尽量洗的乱一点 哎哟 哇 这个专业 哎哟 再洗乱一点 再洗乱一点 洗乱一点 洗乱一点 太完美了 可以给我了 可以给我 我觉得我怕 我担心它是它的拖 我再给搅和一下 好 再搅和一下 是 那我呢 你是徒弟 你看着啊 你有谁的事情做 好 洗乱了之后 顺序我不去动它 这是你们洗乱之后的状态 好 本来是按照 1到13排好 但是你们洗乱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就变成 8 5 3 9 Q 10 这就这样 乱七八糟的状态 好 这个顺序呢 是洗过的牌 一样 我把它放进 杯子里 哦 对了 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的工作来了 终于轮到我了 好 这是两位洗过牌的顺序 我把手指头这样移动 在你喜欢的时候 请你随便说停 停 对不起 我要习惯一下 再来一下 在喜欢的随便说 停 好 我把这张牌呢 反过来 放回原来的位置里面 好的 朋友们 顺序不动 我声明一下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两叠牌 这叠是洗过的 对吗 对 然后你在里面 有一张牌 你选择把它反过来 这个是黑桃的 没动过 1到13 我们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手帕 手帕 我问这个手帕 在这张黑桃A 前面 遮一下 牌就变了 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会发现 8跟8 一样 朋友们 变得 还没 变得不是第一张 第二张 5跟5 第三张 3跟3 第四张 9跟9 第五张 Q跟Q 第六张 6跟6 第七张 A跟A 第八张 10跟10 第九张 J跟J 第四张 一张反过来 一张反过来 你说是反过来 他是反过来 再来一张 黑桃跟美花 黑桃青美花 黑桃美花吧 谢谢大家 啊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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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